前進前進 生生保養 這是台灣人民 關懷停歸心表明 這是台灣人民 英國新公苗一生 這是台灣人民 英國新公苗一生 各位維新賢士 各位失望善知識 請大家合掌功練開經濟 一經新法妙藍文 百千萬劫今重現 我今勤習諸妙法 願此功德絕回相 那麼維古先是王產老主 各位維新賢士 各位失望善知識 人生的旅途 充滿的便利化 而人生的道路 充滿的坎坷 這才是人生 也是我們從天上界 要來世間我們所應該走的路 一生的坎坎坷坷坷坷 都是在提煉的我們心靈的升華 所以王產老主 開示我們 我們要走完一生 確實是很辛苦 但是要走完一生 不能在世間的一生 所得的經驗 在天上界 無論你多大的神 佛 上帝的化身 而都不可能有事間的 無論酸甜苦辣社 貧富貴賤等等的 磨練磨好 還少得太多 所以我們來到世間上 有很多很多的考驗 那都是跟我們有緣 要讓我們的心靈要升華 要讓我們了解到世間 一切的酸甜苦辣社 巴蜂 都是我們的老師 只是我們不了解 所以才會有很多很多的悲情 哀怨發生 迷迷糊糊走一生了 那我們到底最終所走的目的是什麼 等到我們要進入棺材 試著盯著封起來 我們還搞不清楚 還是呜呼哀哉 等到我們進入火葬場 我們的身體計較一生 當為廢物了 我們的靈性 還是沒有找到一起進入火葬場的火坑裡面 這是悲哀的人生啊 所以王臣老祖 還有過宗教家們 要我們要學習 要修道 要修行 可是呢 修行沒有那麼容易 要悲哀 要悲哀 那就是很困難 事實就是事實 煩惱就煩惱 痛苦病苦 就是病苦 那你怎麼樣才能夠超越呢 才能跨越呢 這是我們來到世間上 我們最尊貴的人生的體驗 所以王臣老祖 還是我們 大家學一經 做人處處 口安心 大家學一經 修行道上可見性 雖然短短八句真言 但是我們要了解 八句真言的真實意 都是在提示著 維新宗教 維新和宗教 所以王臣老祖 開訴我們 萬法不離新 所以萬法維新 這一句話明言 我們常常聽到 一些古德聖人 在講說萬法維新 萬法維新 所以萬法只有新 宗教 天地立宗 聖人立教 世民宗教 所以我們合起來 維新與宗教 本來都是一啊 各位維新賢士同修 我們大家入中文 這個法文已經 最多了二十幾年 三十年了 有的只有一年兩年 有的甚至還沒有進來 這都是個人的因緣啊 誰也沒有錯 大家都對 曾經一月信徒啊 他到宣佛寺來 跟我說 老師啊 哎呀 修行很苦耶 修行耶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不好 哪一個法文最好 他問我說 老師啊 修什麼樣的法 才是最殊勝的 我跟周約信徒說 修三寸器在 最重要 三寸器在 喬走百里路徑 三寸器不在 什麼事情都嗚呼哀哉 還計較什麼啊 這位信徒先生啊 他又一起講 他哪裡 修什麼道 來求什麼道 證什麼道 什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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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大師 什麼佛 什麼仁波切 什麼喇嘛 什麼道親 什麼道長 哎呀 我說你現在那一些都是 滾你沒有緣 這位先生愣住了 為什麼滾我沒有緣 哇 你所講的這些都在你心中啊 不是在你的心外 這位先生 又感覺更迷糊了 他們為什麼到有心中 我一直想著他們怎麼修行 怎麼拜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都 他們都對 啊 你也對 但是你當下什麼都不對 哈哈哈哈 啊 就坐在旁邊很納悶 他說 老師啊 你講得這麼高深 那我怎麼要去悟 我跟你說 修三寸氣在 還會呼吸的時候 該做人的事盡量做 該盡 父母的責任 要盡父母的責任 還盡職員的職員 盡老闆老闆的事 夠盡本分 就是心嘛 就是心嘛 喔 所以這位先生啊 很高興 老師啊 你收我一拜好不好 你收我為徒 你自己的心 你自己的心是老師 我跟你開啟這把鑰匙 讓你打開 思想的執著 思想的偏差 和行為的時候 你打開了 你就誤了 那時候你會看到 所有你過去 所有一切的人生 都在你心中 寥寥分明 所以這位先生呢 他很高興 向王臣老祖摳了三個頭 老祖啊 謝謝你 我誤了 萬華為心 各位唯心賢士 各位雙三豬士 人生百態 不離心 我們每天 時時刻刻所發生的 都是在心裡面 不離心 曾經一位 曾經一位 也是禪師啦 他修的也是禪師 修的非常的好 有一天 有一天到仙佛寺來 在我們仙佛寺的後面 如來遠 在那裏 在那裏 看到佛 看到五百羅漢 那我 一年呢 我過去了 這位老禪師 他 看到我 非常慈悲的 阿彌陀佛 你是這裏的住持嗎 我說是啊 請問 何方而來 哦 沒有啦 我沒有 也沒有上而來 也沒有下 我上來 東西南北 西方 我都可以去 也可以來 我就 聽到這句話 他是修禪的禪師 但是我知道 他的禪的素餘 古聖先賢的素餘 背得非常囊囊 入口 而且從口中 囊囊說出 禪中的很多的素餘 我像這位 大禪師啊 阿彌陀佛 你既然 不是從哪一方來 那麼你從哪裡來 總是要有個方向和方位啊 和地點 時間就當下了 不問時間 我只請問空間 這位老禪師呢 我這一問 他就不講話 他繞著我們 如來言旁邊 裡面呢 一轉折看了五百尊軸 我知道這位老禪師呢 他認為我是沒有開悟的 認為我還在學修的階段而已啊 不值得跟我談 沒有談到的意義啊 所以我跟著在他後面 他一尊一尊的看 我們如來言後面呢 那一尊一尊的看 我再跟著跟著一個多小時 他看完了 他向中央那尊佛 拜了 然後掉頭就走 我跟這位老禪師阿彌陀佛 你現在要往何方回去 那我無來無去啊 我跟他說 非來非去 非有非無 非內與非外 所以這位老禪師 是 停頓喔 這個老禪師呢 他說 哎呀 五百眾生相 只有一個佛心 重點就在這一個佛心 就是我們 維新聖教禪吉山全佛寺 如來源 周圍五百個羅漢 就是五百個眾生相 而中間 一個佛 如如不動的 那些老禪師呢 講了這一句話 和長 阿彌陀佛 是被 善哉善哉 善哉 哈哈大笑 他回去了 好 我也感恩這位老禪師 他開示了 他開示了這一句 五百眾生相 都有一個佛心 叫做世間的人 有五百種的 相 雙腦病死 喜怒哀樂 貧乎貴賤 王國將相 患夫走俗 合起來有五百種的 臉相 但是裡面所做的 都是一個佛心 所以我常常提醒 我們的維新地址們 你們不要只看人的臉色 你就花標 你不要只看人的表情怎麼樣 你就批評人家 那沒有用的 與數無辜 你只能把自己 帶進入 煩惱 再煩惱 又煩惱 更煩惱的境界 所以王禪老祖 開示我們 只有心 你悟了 你才能夠 自在 心在哪裡啊 心之中 就在你我 之間 的空間裡面 你的任何一個表現 你的任何一個表現 喜入哀怒 都是在你我之間 都在心中 變化 幻化 高思莫措 高思莫措 所以這位老禪師 過了幾天 他又到仙佛寺來 尤其如來源 走一走 那麼巧 好 我在龍杖那裡 打開在龍杖裡面 看了三藏所有不經 這個老禪師走進來了 我想這位老禪師 他有神通 不但第一次是等我 第二次他來看我 這幾是心啊 心心相應 所以老禪師呢 他回去幾天之後 又來了一趟 就跟我聊起 唯心的問題 我跟老禪師 跟他說 你我之間的距離 究竟有多少 有多少的空間 所以老禪師他說 你我之間的距離 非常的寬廣 而且非常的密切 那我就用易經的道理 大五其外 四五其內 在這位老禪師的 哈哈大笑的聲音 想錯我的耳根 想錯你我之間的心田 想錯周圍空間 所以各位維新賢士同修們 我們看一個人 對一個人 除了尊敬以外 我們一定要謙卑 一定要廣學 一切佛法 一切道法 一切聖華 各位維新賢士 古得聖人 開示我們 得擾人處 得擾人 這就是萬法維新的最高境界 好 往往我們人看到你不高興的 你的想念 啪 你就 就 合在一起 拉也拉不開 你就把它硬著 帶走了 你手帶走了 是煩惱 是苦惱 是悲哀 他曾經 曾經我們約老信徒 歐巴桑 老阿伯啊 他到新國寺來 哀哀咱咱咱咱 一直说他的媳妇对他不孝 一直算得他媳妇的每一个 每一天的事情都一直斤斤计较 我听阿婆啊 说到来 阿婆啊 你很自卑的 你很慈悲 对你媳妇他讲的这么一句话 耳朵淘得 干干净净要听他讲的话 而你的眼睛 也时时刻刻在看你的媳妇 她的生活 我说你 很痛苦耶 所以这位阿婆说 是啊 我很看不惯年轻人的媳妇 他们的作息 早上睡晚晚的 晚上早早就睡 像我以前 晚晚睡早早起来 就做很多家事咯 所以这个阿婆啊 就一直烦恼烦恼烦恼 烦恼到脑神经兮兮 烦恼到最后咧 一定要去看 精神科医院的医生 那么这个阿婆呢 听人家说 宣佛寺王产老祖很灵 他就自己坐公车 来到我们的先佛寺前面 派出所 自己用走的进来 来问她的媳妇的事情 我问阿婆啊 阿婆你真是烦恼多多咧 阿婆你修 他有时代不同的思想教育 那么你 老一辈的教育 当然和现在 这一辈的教育完全不同 生活方式也不同 表达方式也不同嘛 如果阿婆说 没要怎样呢 要怎么办呢 我说很简单嘛 你认为 你以前都没有经过的 现在你要看 你媳妇的生活方式 你就是体验 体验啦 然后 把它放在心中 要感恩媳妇 他过去的 和你儿子结婚以来 所有的夫妻的生活方式 你要把它当为 你的体验 那你就会年轻 几十岁了啦 所以这阿婆 有点哦 我说比较年轻 我说对 比较年轻 你儿子你几岁生他 他我三十五岁才生我儿子 那你等于年轻 那你等于年轻的三十五岁了 那阿婆又听不到 所以 哎呀 我心很烦的啦 我想到 媳妇 那我就缓 想到儿子 认为 媳妇呢 重要的 他不重要 所以这一位 阿婆呢 越讲越生气 我说阿婆啊 你要学习 你想一想你的立场 假使是你媳妇的时候 有一位这种婆婆 每天唠唠叨叨 盯着你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所以阿婆呢 哦 以前我的婆婆嘛 那这样呢 我就绝对很难过 哦 肚住如连 我以为 婆婆往生的说 虚料一拗 就比较不会有这个烦恼了 没有想到哦 媳妇起进来了 媳妇的动作 又看不惯 我相信你的媳妇 也看你不惯 所以这位阿婆呢 哎呀 做人拍照啊 我本来做人就不好做 最好做的是什么 学习快乐的生活 但是快乐要怎么从你来 要去骂 要悟 要将心比心 那么你现在 媳妇 她在做什么 她在上班 你就告诉媳妇你今天上班的 喜怒哀乐 我回来说话听 话分享 好吗 那我会等于回到你 媳妇的 时代在生活呢 所以说阿婆呢 她说化一张 少年师父啊 怎么我收到 我知道了 手把她打这 打起来 哦 真有难的 我走得很幸运 替我保护 所以 这时候她的天下班 就心 哦 人与人的距离放宽哦 心就放大了嘛 所以这位老阿婆呢 她回去了 这改变她过去的 的习惯 权威式的 婆婆 改为 自己 从自己改 改了跟媳妇 能够 像姐妹的相互 生活在一起 而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在小朋友开支会 她就带了三个孙子 媳妇也都来了 啊 很高兴的 媳妇呢 不能说谢谢叔父 我的婆婆她的烦恼 我知道她有烦恼 一代一代的思想不一样 自从来你跟她开导之后 她回去 想法都变了 所想的 所表现的都不一样 我也很乐意地将上班的同事 也好 上师 顾下 这些习惯 好事 笑话 回来就讲给婆婆 所以我婆婆呢 也很高兴 我婆婆心态改了 我说就是心啊 就违心 所以要解除烦恼 你要悟到心的法则 你一定要了解 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因缘 每一个空间 每一个地点的 风暑习惯 就是文化 所以你了解一切文化 你绝对会很快乐 幸福 光明 这极是 维新 的教义 各位维新贤士 各位死亡 善知识 人生百态 都有它累积 生生世世的 基因和生活习惯 到这一生来 他一定 把全生离我们 最近的一生 他的生活方式 表达方式 会端出来 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才有说 人之初 性本善 人之初 性本恶 在这里争执 到现在都还没有 一个结束 没个定点 人之初 性本恶 和性本善 恶中也有善 善中也有恶 这是一个人的 居住空间 一个人的出生地点 国情 民情的生活方式 是带着我们的 一世四天来 我们最容易看的 就从小孩子 小朋友 一岁出生之后 满一岁之后 到两岁三岁之间的表达 让人最难以 思考说 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聪明 他所讲的话 怎么那么都成熟 这都是人的性 也是人的心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灵性 我们出生之后 有身体了 有身体之后 有不同的环境 人事物 受惠习性 会影响到我们的意识里面 所以就有不同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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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佛教六族会能大师 他从小贫苦 砍财给予 去换一些钱来维持生活 养家 他有一天 扛着这个木材 到一个园外的家 卖给园外换一些银子 回家养家 结果他在午后 听到园外在诵经 金刚经 因五所住而生其心 这三那会能大师 马上顿悟 马上觉悟 就开始一心要向佛修行 后来就出家修行 这是开花他前生 离这一生最近 我们一直耿耿以怀 这个真理 我们还没悟我们就死了 放下这个水 驱口坏掉了 有一年在投胎 在为人的时候 他脑海里面 心里面 还一直 奠奠不忘 在世间的时候 所要悟的 没有悟的 那么这一生再走一趟 不管几岁 你一旦有机会 有一年你听到这一句话 前生你的名言 真理一句话的时候 你会哈哈大笑 好高兴啊 跳起来也不一定 所以老祖开示我们 我们每个人的潜能意识都在哪里 都在心中 心有多大 心有无限空间和时间都那么大 所以我们身为一位现代人 科技文明 知性文明这么发达的时候 我们不要一直只追求科技文明 我们一定要回归回溯 我们心灵里面 所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慧能大师 他在出家修行之后 所开示的余句 和神秀大师师兄弟 他所开示的 神秀大师他开示了 身世菩提寺 心如明镜台 时事勤服事 勿使若存哀 所以 结果慧能大师 他看了 读了一遍 由师兄 读了一遍给他听 因为他不是自治 所以 他误了就 叫他师兄 笔拿起来 在墙上写 菩提本无事 明镜亦非台 本来 本来无一物 何处若存哀 所以 吴主 红枕大师看了之后 好高兴 一内一外 内 内心的灵性的修为 就是 就是 慧能大师 外的修为 神秀大师 身内外都要 活了唯一 就是 吴主红人大师的尊残 由这张中国文化的太极图来看 这是神秀 这是慧能 有行 有向的 他们实施 行不尽 就是缓写 要忏悔 将过去所有的这些烦恼 拿出来检讨 慧能大师 菩提普努士都是空的 空界灵魂界 菩提普努士 明镜一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如存哀呢 所以慧能大师的心 是那么宽广 神秀的心也是很宽广 在两者之间 这就是五族 五族 弘仁大师 代表了为师 两位徒弟 一入宿 一出宿 这表示每个人的身 有形的身体 我们人生都有出宿与入宿 所以 这集是维心的宗教观 各位维心闲事同修 万华维心 世间上一切的法的调和 都叫做万华 都是维心 而只有空间才有心 没有空间就没有心 所以当一个人心 恨一个人的时候 没有心 是练 练一恨 一执着 就像磁蹄 啪 维心闲 永远烦恼不完 都是心 悟到心 就是有空间了 你看到人家成就了 阿弥陀佛 恭喜 恭喜 散哉 散哉 你走这一生来世间 有成就了 恭喜你 若是看到没有成就的 阿弥陀佛 散哉 散哉 祝福你 早日觉悟 你能觉 能悟 还要从学开始 学习做人 学习做事 学习看待任何一件事情 学习看悟 所以我们人的坏习惯 看到人家成功 都批评人家 他是怎么A来的 看到人家失败 就像人家 他怎么失败 一定有怎么样 你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跨在 成功与失败之间 若是你 像人家失败 我们跟着很快就 跟他一样失败 因为你没有空间 你的思想 我们的思想 就进入人家的空间里面 黑暗的空间 所以很快我们就很会失败 曾经有一位老信徒 他都很容易笑人家 笑人家说 哎呀他这种坏事做解 什么做解 怎么怎么才会这样 有一天 来拜老祖的时候 谈谈谈谈谈 聊了聊 就笑他很多朋友 受了很多朋友 我说某某先生 你不要笑人家 你笑人家 那你只有头脑一直想着人家的缺点 有一天你会跟他一样 哦 这一位先生就很不够气的 你笑人家 你把啥 说我年轻人我懂什么 我说好了 对不起我失言了 他就一开始一直批评人家 他朋友 我笑一笑 我没有作答 因为我一起跟他恨下去 我一起跳进去 这是可怜的人生 非常悲哀的人生 一些问题他有他的因果 后来他要走了 我跟这位先生 我说你的朋友这么多不幸的 若是你能改为 为他们祈祷 为他们祝福的时候 我相信 你的朋友 会因你的祝福 和祈祷 他会改善 你就是修行人了啦 那么这位先生 也不以为然啊 他就回去了吧 这一点 我在想是哪一个阿罗汉 事先在我眼前 到底是在教育我什么 这个心在教育我什么 所以我只能引用中国人的做人处事名言 夺到人处携扰人 天主教 的教友们 宏道者 他们的慈悲 愿上帝 保佑你 找入脱离苦境 所以 世间人 是糊涂 世间人 只有去 落井下石的思想 结果到最后来自己落井 人家也石头拿来把它砸下去啊 所以我建议鼓励我们的维心贤士同修 实时本着为国修道 为民主 为人类 为人民来祈福 孝哉化解的时候 你一定会很快乐啦 经过 差不多两三年的时间 周月先生 就来了 又来了 有他的儿子 用伦理仪推他起来 宣活事 我一直看我面熟 我说 先生 你不是两三年前 你来了这一位吗 那时候 小中风了 在点头 所以我跟周月先生说 赶快练佛啦 赶快练佛 你不要再恨别人了 你不要再批评他人了 批评他人 人家还在过佛 你在这里晚上睡不着 每天晚上睡不着 只有在损耗你的脑神经衰弱 都是可怜相而已 这位老先生哈哈 浩浩大哭啊 因为讲不出话来 说哭嘛 我说你过去 对亲朋好友 对他人的 扩张的指责 批评 你现在遇到了 朋友 若是看到你 背后的想法怎么样呢 他的儿子呢 出来过书 我的朋友 爸爸的朋友 都很慈悲 看到都祝福 某某某你赶快好起来 神佛保佑你早好起来 所以这一个天一个地嘛 所以这位先生啊 至此之后 我跟他说 你现在没有事做了啦 好好练阿弥陀佛 佛珠 我拿着我佛珠给他 好好练阿弥陀佛 再过三年 看他如何啊 所以过了两三年 这位先生又来了 他就自己 有儿子开车来 就自己走路 走得很顺畅 讲话讲得很好 就跟我说 年轻的书夫啊 以前我的错误 我感觉到 很可怜 很可笑 又很幼稚 我希望呢 书夫呢 多提醒受费的人 不要像我这样 所以这个局势 维新宗教 维新宗教的最高境界 你误了 将你所体验的误了 来教育你身边的人 这极是维新宗教的境界啊 祝福各位